去年疫情期间,靠着就是一包方便面也是可以公示的韩红基金会这次却遭到了质疑,原因就是带着当下非常火的王一博一同前往,去救灾本应该是好事,但看完这些细节,难免让人觉得心寒。 7月22日,韩红带着王一博一行人抵达河南,随后便有有网友放出视频,从视频中可以看到,王一博和其他志愿者身穿相同款式短袖衫站在货车里,王一博戴着白色帽子和口罩站在车厢中,手里搬着一箱方便面站在那里,车下面也不时有人跑来拍照。 随后,当韩红一行人前往室内时,画面里能清晰看到摄影师拿着专业设备走在旁边,韩红身穿黑衣,戴着白色帽子从外面走进来,王一博则很乖巧地跟随在旁边。 看到这些视频,网友在弹幕中纷纷评价果然是去拍纪录片了。 在网友发布的另一个现场视频中,王一博从货车上跳下来,走到人群当中,身后车上其他志愿者在忙着往下搬运物资。 王一博却被韩红带着走过去向大家鞠躬,还冲着人群挥了挥手。 看完视频的网友纷纷评价这哪是救援,这分明是领导在视察。 随着王一博到来的消息传出去,周围马上有很多人聚上来拍照,话外还有人激动地喊着王一博的名字,这个过程当中。 其他志愿者依然在往下搬运物资,但王一博却并没有参与,只是在与粉丝拍照。 其实,韩红这次亲自奔赴河南灾区引发了不少质疑,比方说有网友就发现他们开的车子貌似是有赞助的,都是底盘低的小型车。 这种车在前线容易趴窝,而且装不了多少物资。 另外,如果是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,进入灾区其实也是很危险的,搞不好没能救灾反倒被困。 河南共青团官微也发出呼吁,现场路况很差,民间救援团体就不要再去了。 当地志愿者也强烈呼吁民间救援队不要再去了。 已经有很多救援队被困,加大了救援难度。 还有网友指出,航红团队带去的人员可能就和人家普通市民一样,甚至可能没有人家熟悉地形,贸贸然去面临的危险和当地市民一样。 所以若为了拍视频,凑热闹,赚流量,大可不必去给当地添乱。 而更多的人认为,即使航红团队有专业人士,但是这样高调宣传,也会让人误以为开着私家车就能奔赴灾区帮忙,结果只会添乱。 而韩红目前也没有公布上款的明细,之前疫情引发的争议一年多了,还没有回应,所以网友依然无法相信。 对比同为河南籍的演员刘浩然,她就低调多了,这还是由网友偶然露语,才发现刘浩然去河南送物资了。 刘浩然打扮简单,身着质朴,看着也没有几个随行人员,就带着一车方便面,救生圈等物资去参加募捐,还亲力亲为把物资从车上拿下来。 等到路人认出她来,想要拿相机拍照,她已经坐上车了,送完物资就走,丝毫没想到宣传。 当网上出现质疑的声音后,韩红基金会没想第一时间出来解释,反而在网上删除相关的帖子,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。 这次灾害受灾范围这么大,本来当地情况就乱,一些专业的医护人员等都在忙碌,这时候跑到他们面前作秀, 再加上不明是非的粉丝,很容易导致救灾情况难以展开。 之前王一博和韩红也曾去云南,当时短短的三个小时被一些人说成三天,多年前的原杆活动,当时韩红基金会自身捐助一百万, 但花费高达九百万,种种行为,让人不免猜测,所谓的中国真正做慈善的基金会,可能也只是消费大众的情感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点赞关注。